原标题 二战时 纳粹怎么区分犹太人 会认错吗 最后一个直接将库的脱掉 从公元三世纪开始 犹太人就因信仰不同 而受到基督教徒的迫害 到二战期间 希特勒又对犹太民族 进行了一次次大屠杀 一千万左右的犹太人 有六百万人被杀害 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 打着当时在德国流行的 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块招牌 宣扬德意志民族是优秀民族 而犹太民族是围猎等民族 二战时的德国高层 制定了灭绝犹太人计划 先是要求自己控制版图下的犹太人 必须佩戴犹太新章标识才能出门 将犹太人从普通百姓中区别出来 那么究竟德国纳粹是怎么对犹太人进行区分的呢 纳粹分子痴迷于通过身体特征来鉴别种族 尤其是对他们认为是 列等民族如吉普赛和犹太族的鉴别上 有一套自己的荒诞理论如面部测量 皮肤和眼睛颜色来识别这些 在纳粹的观念里 犹太人的鼻子长得和西方人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的鼻子都是比较长的 而且长得像阿拉伯数字里的六个 纳粹的种族主义者认为 日耳曼人应具有金发、高大、蓝眼的特点 所以纳粹分子也用看眼睛这种方法 其此犹太人有自己的聚聚地 所以二战初期德国纳粹政府 很容易将毫无防备的犹太聚聚地的犹太人组织起来 看过电影刚行尸的 就应该很清楚这段历史了 德国政府把犹太人从他们的聚居地中 集中到城市的某一个部分 然后筑高墙把它们围起来与外界隔绝 并给他们戴上黄色的 写着Foot的绣标以作为标记 这样就关起来了一大部分的欧洲犹太人 犹太人圈子比较封闭 重视本民族传统 家里的装饰 说话已经具体的谈图 也是可以看出来犹太教的 就像有些信佛教信道教的家庭 你和他多说几句话 或者看到家里看看他的装潢摆设 就看出来了 某个二战 电影里有了老犹太人想蒙混过关 结果德军军官念了几句新约理的句子 倒犹太人接不上来 立马被识破 因为犹太教是基督教的起源 他们只知道旧约理的内容 最后一点 就是犹太人有一个特殊的宗教习俗 就是将生意周岁内 要进行包皮环切手术 手术后会留下终生的斑痕 二战中党位队灭绝队 就是用此种方法 甄别出大量犹太人 并对其进行最后解决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